小伙子 还蛮有吗 谢谢小伙子 诺伟 怎么就你一个人 我也拿碗是哥 奶万 我喂一下 奶万怎么了 奶万还可以吗 其实乃万是一个很感性的那小女孩 如果她的作品是猛一点的 那我今天也未必有胜算 那我们十分钟 我平复一下 我再平复一下 对不起 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 救命 落魄的鸟人返场归来 现在说话是可以收声的吗 我也太爱哭了 我输给老舅第二次 这边吗 救命啊 无言面对父老相亲 快回来吧 回来吧 对不起 回来 哎呦 加油 还是小妹妹 对不对 这个一时没绷住很正常 那一万手 对 我这个太哭鼻子了 然后你们第二次输给老舅 太没有面子了 老舅我给你鞠狗了 帮的 主要还是我又选哥选错了 我这种人就是容易在一个地方 犯好几次错误 没有 很漂亮的舞台 奶万 别这么说 两次可以了 下次大家帮你参考一下 下次参考一下 再次道歉 真耽误太久 对不起 加油 没事 还感谢你让我们吃了晚饭 就送你一瓶 送我一瓶 用酸乳 我 我又在同一个对手跟前 再一次跌倒的时候 然后我在那一瞬间 我开始怀疑自己了 当然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突然陷入到了一个深度怀疑里面 所以我就是有点情绪失控了 希望奶万更加勇敢 自信坚强一点 因为受伤歌手这个烙印 是永远在他身上的 特别闪耀的一面旗帜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舞台 他都应该是最自信的 最棒的 嗯 少哭鼻子 老舅爱你 来来来 坐中间 你坐中间 给你待会儿啊 他之前也在选曲上 出现过很多次问题 赢了输了 我觉得这都无所谓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能快速地 调回自己的心态 然后迎接后面更多的舞台 我觉得他 在他的音乐上 他得到 满足和快乐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